女人正在田里劳作 却突然看见战死沙场七年的丈夫回来了 她不仅没有上前迎接 还迅速跑回家 翻出了已经机灰的老照片 擦拭后放到桌子上 看见男人已经要到楼下 她才带着儿子出门迎接 面对归来的丈夫 女人一点也不觉得高兴 反而满脸愁容 丈夫却主动握住了她的手 眼睛里充满了柔情 这让妻子劳瑞惊意不定 晚上 村庄未回来的杰克举办了一个接风宴 杰克全程温文尔雅 甚至对待黑奴都彬彬有礼 这让大家都产生了怀疑 原来曾经的杰克是个粗鲁刻薄的家伙 不仅家暴妻子 还歧视黑人 面对朋友的质疑 杰克只说 以为是战争让杰克变得平和 朋友打消了一律 杰克在宴会上与妻子共舞 对待刻意无视他的牧师也十分礼貌 这让劳瑞很是惊奇 他不明白丈夫为何性情大变 但这无疑是件好事 回家后 杰克就打算和妻子回房睡觉 没想到竟被妻子拦在门外 原来在他参军之前 两人就已经感情破裂分房睡了 杰克无奈之下只好妥协 劳瑞换衣服时 却突然看见丈夫藏在暗处 这让他陷入了惊恐 但杰克只是来让他帮忙刮胡子 劳瑞当然同意 看着眼前温柔美丽的妻子 杰克不由的心动 手臂悄悄攀上了劳瑞的腰 然而下一秒 劳瑞就将刮胡刀抵在了他的脖子上 杰克只好老实下来 知道妻子心有芥蒂 杰克打算重新和他认识一次 互相接纳 第二天 牧师来找劳瑞谈试 原来在杰克失踪的这七年里 一直是他在照顾劳瑞母子 劳瑞也答应了再过一年和他结婚 但现在杰克回来 这个约定自然也不作数 牧师当然不乐意 他找到杰克挑衅 杰克只回复他 劳瑞将一切都告诉了丈夫 他希望丈夫能看在牧师 确实付出了很多的份上 让让他 杰克只是委屈地问他 有没有和牧师亲密过 劳瑞笑了 说两人还什么都没有发生 杰克终于放下心来 晚上 杰克换上了以前劳瑞给他做的衣服 当年偏小的衣服如今却是正正好好 谈笑中 两人的气氛暧昧起来 杰克终于和劳瑞睡在了同一张床上 第二天一早 杰克带着儿子去镇上买鞋 一路上父子之间很快变得亲密 终于到了鞋匠家里 杰克却被发现鞋马比原来的要小两马 他顾不得多解释 因为报纸上的一个消息吸引了他 那是一个可以拯救这片荒芜土地的主意 杰克很快汇集了全村的人 提议大家改种烟草 他会把自己的土地分给大家 提供所有的肥料工具 然后收取收成的一半来长青抵押 之后他还会将土地卖给村民 连黑人也可以加入 要知道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 没有地主会出让自己手中的土地 唯一的问题是烟草的种子十分昂贵 大家必须去银行抵押才能买得起 这让村民们拿不定主意 为了支持丈夫 劳瑞挺身而出 拿出了自己珍藏的红宝石兄针做抵押 看见劳瑞这样笃定 村民们也终于下定决心 支持这项事业 就这样 杰克带着全村人的希望 踏上了进城买种子的道路 村子里也恢复了生气 大家齐心协力开垦荒地 为了未来而努力着 日子一天天过去 杰克还没有回来 村民们开始担心自己的财产 到劳瑞这里询问情况 好在杰克还是回来了 他打开纸包 和劳瑞共同分享欢乐 两人看着手里的种子 仿佛看见了光明的未来 一切都在向好发展 村庄惺惺向荣 杰克和劳瑞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 不久之后 劳瑞还怀孕了 但幸运之神 从不愿长久地眷顾某一个人 意外还是发生了 首先是地里出现了虫害 这让大家忧心不已 然后杰克以前的战友突然到访 奇怪的是 明明他们就面对面 战友却问杰克在哪 劳瑞看见丈夫和别人起了争执 赶紧下去查看 却被杰克训了一顿 他让妻子去关注虫害 而不是这种无关事项 因为这件不寻常的事 劳瑞的内心蒙上了一层阴影 幸好牧师很快找到一个办法 去逐虫害 杰克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但事情还没完 牧师找到劳瑞 说他去找了那天到访的三个人 了解到现在的杰克 根本就是个冒牌活 因为真正的杰克被割伤了胸部 而现在的这个身上没有疤痕 他很可能杀了真正的杰克 来冒名顶替 牧师质问劳瑞 为什么认不出自己的丈夫 还诅咒了劳瑞肚子里的孩子 劳瑞早就知道丈夫换了人 但从未想过 对方可能是杀人凶手 于是他拿起猎枪 想要求一个真相 但杰克只是发了个毒誓 这天深夜 一群不速之客的闯路 打破了村中的宁静 他们劫持了黑人兄弟 要挟杰克不准把地卖给黑人 当时正处于南北战争时期 黑人和白人的关系相当紧张 而杰克不愿屈服 英勇地与之搏斗 争执中其中一个人揭开了面罩 这个人明显认识现在的杰克 杰克奋力打退了敌人 他英勇地身姿 深深地吸引了劳瑞 劳瑞不愿再去纠结所谓的身份 认定了眼前这个男人 就是他的英雄 牧师咽不下这口气 又跑来找茬 两人在马厩里大打出手 这时儿子跑过来 说妈妈要生了 劳瑞诞下了一个女儿 不久之后烟草也丰收了 杰克幸福仿佛被泡在蜜罐里 他开心地在田地里奔跑 可是这个时候 意外又发生了 两名警察带来了一张拘捕令 他们要控告杰克谋杀一个 叫查理的人 按照证词 可以说是铁证如山 唯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杀人的是真杰克 并不是现在这个人 但是杰克却不愿意说出 自己的真实身份 而控方律师也发现了一个话点 那就是杰克现在的签字盒 他七年前签的银行抵押自己一致 可是现在的杰克分明伤到了右手 照理来说自己应该有变化 除非杰克是冒牌货 才需要这样模仿原来的笔记 劳瑞也劝丈夫告知法庭真实身份 不要给原来的杰克顶罪 可是他始终在装傻 坚称自己就是真正的杰克 劳瑞不能眼睁睁看着丈夫去死 他走上了证人席 只认现在的杰克是冒牌的 甚至不惜拿出自己的私房式举证 以前的杰克毫无温柔 和现在这个人完全不同 这让儿子很是疑惑 他不明白目前父母面对的是什么 只知道自己早就认可了这个父亲 而妈妈现在说他不是 他问杰克妈妈为什么这样 紧接着第二个证人上庭 他正是那晚的蒙面人 根据这位的证词 眼前的杰克真名叫做汤森 是个骗子 曾经做过他儿子的家庭教师 汤森骗他要建一座新校舍 却带着集资来的所有的钱跑路 眼看着身份就要被敲定 罪名从杀人变成诈骗 杰克却突然起身 当庭解雇了自己的律师 他向法官说 律师先生想要证明他不是杰克 这样未必能赢得什么 法官抬头 说你可以赢取你的性命 然而杰克不以为意 获得了说话的机会 杰克首先攻击了蒙面人的证词 他说对方只是想阻止杰克 把地卖给有色人种 证人被激怒 当停攻击杰克被法官制止后 又开始攻击黑人法官 最终他的证词失去了效率 还被判入于60天 庭审继续 法官问杰克如何证明自己的身份 杰克直接问身后的村民 有谁愿意承认他是真正的杰克 顿时所有人都起身了 连小儿子也不例外 只有劳瑞独自坚持 他被再次传召入证人席 杰克一条一条解释 他承认自己是假的意味着什么 首先他给村民签的合约会失效 这一阵子大家就白忙活了 其次他们的女儿会变成私生子 这说法显然不太好听 最后是劳瑞自己的名声 明知对方不是自己的丈夫 却还发生了关系 会被说成什么样 可是即便如此 劳瑞还是不忍失去现在的丈夫 他依旧坚持面前这个人不是杰克 他们剧烈的争吵 大家现在其实已经对事实 心知肚明 但因为杰克坚持 他最终还是被判了死刑 临行前 劳瑞来告诉他烟草的收益远超预期 杰克高兴地抱起妻子转圈圈 他也终于愿意告诉劳瑞真相了 原来他确实是汤森 意外和杰克关进了同一个囚室 因为相貌相似 两人很快熟悉起来 对彼此的信息了如指掌 出狱之后 真杰克被仇人杀死 汤森埋葬了他 代替杰克的身份来到这里 劳瑞让他把一切告诉法官 但他就是不愿意 行刑时间快到了 杰克将自己珍藏的戒指交给劳瑞 希望他好好保管 现在 他唯一的愿望就是死前 还能再见到劳瑞 劳瑞从人群中挤出来 大声呼喊着他的名字 两人四目相对 竟然笑出了声 在这样的时候 对事都成了最大的幸福 最终 杰克被埋葬在了这个村子里 大家生活越来越幸福 劳瑞家的小洋房被重新粉刷 他会时常来看望杰克 为丈夫送上一束花 劳瑞永远都会记得 那年四有故人来 不是故人 圣四故人